这也行,上个赛季死活刷不到,这赛季才几天就来了 那就不妨做个挑战,只进一把三驼,回来就买它 自从出了AMR之后,感觉刚六的一百万都太便宜了 那还不是随便买呀,好像听到有人在爬的声音 兄弟你暴露了,六人的本事还不到家呀 又来一个,等你半天了,这下没人了,我这个老六我自己都糊了 这把带了辐射板,既然要得到一百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辐射区啊 来的这么晚还能买到信号桥,说不定辐射区还没人 按照惯例,进去之前先排点 果然排出个老六,不跟他玩了,我从这边进来 榴弹你怕不怕,钻着这个老六 他没榴弹,被打了只能跑,老六当到这个份上也够憋屈了 所以我就一顿狂轰乱炸,打得他没有一点脾气 跟个老六叫什么劲呀,有他在门口守着 还没人进去打扰我了 二话不说就是个开,两个科技部件我太惊喜了 这还不错 哎呀 搞什么,怎么进来人了 用的没空,开门的是狗杂,不是一个人 他又出来了,看见他我昏迟才受 假掉了,辐射板也没了,所以失败了 直接一把三租得到一百万买钢六,显然我翻车了呀 不过我还是要证明一下,这根本不难 你瞧,又是一个年轻老六 六人也是一门穴位呀,可不是趴着就行 我怎么听见脚步伤了呢 哟,这还藏着一个,这老六是五花八门的 他还挺暴躁,过不过来 你不过来我也不过去,那咱们就开门剪山吧 正面刚一波怎么样 还是年轻啊,两个人一人一个狗牌 非常nice 如果靠狗牌攒到一百万 那一整局的人加起来都不够啊,有人 应该不出所料了 出现了,还掉个四级头 肥的不行了 这不是注定要去辐射区吗 每把都有信号交 瞧我发现了什么 一个人在打任务boss 肯定也是穷到一定程度了 不然任务boss一般人真不打 我来帮你雪上加刷 这就比较意外 这就更意外了 这么大一会儿陪喇辐射板了 闹心啊 之前快下海口了 竟然连着两次打脸 不过是不过三 这把认真了 看见人了 有装备 我知道他要去哪儿 被我抓到百分之百两两 打他 现在除非确认安全 不然我都不走集装箱了 被遛的重灾区啊 信不信是5G假掉了 我猜肯定是 但我要舔包也得上集装箱 我觉得不妥 你看你看 刚才要去舔包 我可能就要不内人的后尘了 不翻过去 你瞅啥呢你 又一个粉光 诶 不对 这还是我打人掉的第一把精致枪 这枪连码都卖不掉 果然是5G假吧 看看有没有辐射板 改进小包也行 又来一个 好 正好现在运气不错 再掉他点好东西下来 呀 山坡有狙仔 别着急 收拾完这个就收拾他 想不到吧 我在这儿 是头盔吗 又一个假 这次有没有辐射板 nice啊 之前丢了两 这不就回来一个 nice 到这个巨仔了 看了半天戏 你买票了吗 狗牌就当你买票了 再把boss拿下 趁着运气不错 给我爆个好 粉的 不太好 果然是枪 就怕这样 我空间早都没了 砸锅卖铁也得带走啊 精致大波罗也是买不到的 现在四级装备也不想丢 没办法 这人一个四级包 不对 还得赚一百万呢 空间都没了 还咋赚 不行 最初的目标不能忘 进辐射区 爱砸砸地 顺便又收一个 一个狗牌 哎呀 我以为人机呢 凸了呀 这下暴力就损失个精致大波罗和五级甲 得 再加一个五级甲和两幅射板 我裂开了 不玩了 好 解释了